我們今天就來吃這間打火鍋 本節目適合軒仔 還有S先生的個人及非專業意見 最好叫爹地媽咪 三姑六婆 陪同觀看 如有不同意見 那麼一定是你對 敬請留意 我們今天來到鹽合莊吃這個自助火鍋 它有這個白香檸檬 還有酸梅湯 4991位就飲飲了 我覺得水果茶挺有趣 對 我們自助員拿東西喝回來了 這個就是水果茶 白香檸檬 水果茶 OK 甜一點點好像 你看看酸梅湯 酸梅湯挺好喝的 最後叫什麼湯底 一個番茄和豬骨 豬骨 豬骨湯很白 很有趣 這是不是手來的 對 很大鍋 對 那這間店是在哪裡 這裡是J-Town對面 在Steel's Steel's 附近的 那個杯杯杯 都是湯味 especially 身邊的杯杯 杯杯叠及味道 这是舞水和飲料 y 嘗嘗嘗嘗 有酸瓜脂豆那些 挺有橙的,你怎麼搞這麼有趣 即是他把甜品和醬汁都放在一起 對,有很多蒜泥那些 你選了什麼醬汁? 麻油、蒜泥,什麼都加了一些 肥牛 好像有點bacon,但很薄切,好像很漂亮 對,這個就是牛腊 對,這個我叫,好像很薄很漂亮 這個是不是蝦滑? 對 嘩 前菜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蝦 對 你看這碟肉多大 對 它的份量都來得多 對 這個就是蝦滑 都很大盒,其實我也很喜歡吃蝦滑 我們這麼快已經放了東西進去 還沒放完,放了一點而已 然後這裡有一些鵪鶉蛋 有鵪鶉蛋? 對 這個就是滷味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有豆腐 然後有,我沒吃過的,這雙筷子很乾淨 這個是不是雞腳? 雞腳 然後這個是牛筋 我覺得最好的好處就是不用等一吃 對,這個不用煮,可以馬上吃 但這裡好像其他東西,我只會吃豆腐 因為我那些內臟的食材就不好吃 那你試試滷味的味道是怎樣? 試試滷味的味道 醃得挺入味的 但它有少許微辣,我想它是不是有少許辣椒醬 應該是 就是辣椒油 就是野味一點 對,挺入味的 就是這裡是特別的 越吃越辣,那些辣味就開始進入喉嚨 這個可能是這裡的招牌來的,滷味 對,它好像很有名是這個滷味 你試試這個豆腐 好吃,我挺喜歡這個滷豆腐 這個滷味真的有少許好味 雖然它是辣,但真的很入味 我挺喜歡吃的 這盒東西 對,但吃得有挺個人的 就是越辣越想吃 還有… 這是什麼?這是蜜嗎? 有蜜,還有牛腩、牛筋 有金錢泡 這個就是滷水牛蜜 其實我喜歡吃火鍋的多一點 因為有薄一點 反而我喜歡骨口感薄 但這個也挺入味 我喜歡薄的 辣不辣 現在剛剛咬下去還沒辣 等它慢慢才會慢慢辣出來 我喜歡吃火鍋 火鍋我不是太喜歡看到這個 就是有殼的蝦 沒有殼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殼 錄完之後還用手末 都不知道是誰發明的 這個蝦瓦熟了 顏色多漂亮 淡不淡牙 嘗嘗一下 還沒吃 很淡牙 是嗎? 還有它是很蝦味的 這個蝦瓦 真的很足料 應該是 任吃火鍋裡面 我其實最喜歡吃蝦瓦 差不多都 因為平時在外面買 比較難買一些 又貴的 吃到現在有什麼感覺 很豐富 很多肉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好像很有趣 這個叫胸口撈 你給大家看看 放大 放大 好像一片片的肥膏 但它是肉 還是膏 它龜類是肉 但其實不是肉 應該 就是那個叫胸口撈 其實也不太看到有肉 其實我吃的時候 熟了就縮得很小 不過我已經吃了 是不是 其實好像是肥牛的肥 其實它很爽口 好像膏 我覺得是有點鮮 剛才那個滷味是否吃到你 很辣 我吃到雞腳 很辣 算了很久 對 很辣 其他那些 你吃一口吞下去就沒有那麼辣 雞腳 你不斷算骨 不斷辣 它真的很入味 這個就是魚麵 好像魚肉 做出來 挺有趣 它很粗 好像烏冬 其實那個樣子 對啊 是不是就是魚蛋一堆 其實就是魚蛋 這個就是田雞 是不是 看起來很辣 其實我不會吃田雞 這個很辣 這個是沒有骨骨的鴨長 我還沒看到沒有骨骨的鴨長 其實我以為只有沒有骨骨的鴨 沒有骨骨的鴨 對 我們吃了幾輪 好像三四輪 黃金小饅頭 它實際上挺有趣的 這個 那些魚蛋 現在好像發脹了 是魚麵 是不是魚蛋 是魚麵 你試一下魚麵 是甚麼感覺 怎麼試 放在嘴上 我不怕的 有甚麼感覺 很爽口 而且它吸了湯底的味道 是不是很濃的 朱骨湯底 對 朱骨湯底的味道 是不是好像在吃魚蛋 真的 好像在吃魚蛋 你喜歡番茄湯底 還是出魚蛋 嗯 其實我覺得 味道來說 番茄湯底會惹味一點 就是開胃一點 對 我也是覺得這個味道濃一點 但是這個番茄湯底 我常常看到紅色 常常認出是辣 然後他前意識就要吃到這邊 你看 挺柔軟 它好像好像白雲鳳爪的質感 對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腳的東西 我常常幻想他們在地上踩踩踩踩踩 為大家試試試看 其實這個鴨醬 剛剛的泡的位置 挺有趣 挺軟 是不是很爽口的質感 很軟 但到骨的位置 就會爽口一點 但我覺得它的泡的位置很有趣 其實我也想試 但我已經太飽了 哈哈 這是什麼 冰粉 冰粉 然後有些西米露 可以混合 可以加一些韭菜花 紅糖冰粉 然後它上面還有些 山楂粉 應該是豆粉 它混合很多東西 你試一口看看 什麼味道 它是紅糖味的啫喱 然後它上面是酸酸的 那些粉 其實是否像喝Bubble Tea 那些草莓 有點像 挺清新的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如果不想錯過下一條新影片的話 那就按下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